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结果在今天呢 我看到了包括法广 包括美国媒体 都在介绍北京市委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那其中特别是纽约时报刚刚出来的一篇文章 谈到习近平被称为领袖核心之后 那这种核心的概念呢 在纽约时报这篇文章里被解读成是处于一种辉煌与焦虑中 这篇文章写的非常长 结果其中他引用了刚刚成为北京市代市长的蔡奇的一段话 蔡奇是习近平原来在浙江的旧部 那后来他上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专职副书记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习近平三中全会当中成立的最关键的两个总职之一 结果蔡奇从那个位置上直接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任北京市长 结果在北京市长任太理市长没任两天 他就讲出一句话在应该是北京日报上 说习近平主席呢 是一种辉煌的领袖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辉煌的领袖的概念 那超过了一般的核心的理念 超过了核心的理念 领袖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 在六中全会还没结束的时候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经登过一篇很有深度的文章 当时提到是习近平可能被称为核心 但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拥有权力 而在这篇文章里面 特别提到说有人称习近平为领袖 那称为领袖的在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 只有毛泽东 只有毛泽东 华国锋曾经被短期的称为领袖 但是很快就完了 邓小平没有被称为领袖 领袖的概念超过党的总数据 领袖的概念是在国家的背景之下出现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东方鸿太阳升 这是领袖 那如果蔡奇以他北京市代理市长和习近平的旧部的角度来讲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即刻教出习近平是一个辉煌的或者怎么样的领袖 因为那是英文的词 我不知道中文到底怎么样翻译更好 给我的最大的潜在意识 就是习近平依然在他的内心中 在他能够信得过的人里面 被要求把推高他的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推高他的国家领袖的形象 而他被树立起来的核心的概念 是直接打击江核心之用 是用在党内的 而他领袖的概念是用在国家体系中 有人在给他帮他去分析这样关键内在的角色 所以谈到蔡奇 今天在法广当中有一篇文章提到 蔡奇有着他特别的背景 他被成为北京市的代市长 是有着习近平的人事的安排 因为真正利益属于习近平的人马没几个 除此之外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他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 今天中国经济的状况 已经不仅仅是泡沫 而是他制度性的某种缺憾 造成了今天的状况 可是我们依然只能看到 习近平是在中共党的体制当中 依然在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 在与全党作对 在整治党九千万党员 他根本无暇 我们也看不到他有什么所谓的国家经济政策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概念 当年邓小平 76年斯文邦下去之后 到77年在他的鼓励之下 同样是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那种背景之下 民不聊生的背景之下 他同样用的是见到再见外 不去解决经济问题 而是放宽社会的闸门 所有的人想读书能够有机会上大学 所以当时出现最早的恢复高考的学生是7778 7778级是中间间隔只有半年 李克强就是这波人 李克强就是这波人 那77787980818 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的中间力量 都是这批大学生 而农村在万里和赵紫阳的 万里在安徽 赵紫阳在四川 包产到户 对吧 农民有土地 能吃饭 能活着 城镇开始练摊 最开始练摊的都是下过大狱的 都是流氓打架 这批人本来就没工作 怎么办呢 上哪儿短点针头线脑 搁马路上卖 比这个富士链卖的便宜 就行了 弄点西红柿一卖 挣钱 挣钱 所以不同的人 他都有了生活的方向和乐趣 在我的眼睛里 习近平透过整治中共官员 给民间社会带来乐趣 恨人有 笑人无 对吧 利用人的心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获取国家体制的形象 形象与权力 然后再 试图的 把共产党的党员们逼到死路上 最后这一扎还没拿出来 他还在逼他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美国之音今天有个最新的评论 中共党内监督条例 是不是意味着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将更加的火爆 可能是 可能不是 对吧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增加了中共党内的监督条例的背景之下 七上八下的规矩 今天我们可以坦白的说是完全被否定了 因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姓邓的先生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 在回答记者有关六中全会的重点时明确讲 七上八下是民间说的 这是非常有趣的概念 对不对 在六中全会前几个月在讨论 所有人都知道七上八下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七上八下会用在今天六十八岁的王岐山身上 结果被人家轻描淡写的说 党章里没这条 那将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今天六中全会之后 有着骤然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条消息都可以汇总到今天 那整体的中国消息不是很多 那有关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党主席姓洪的女士来到了北京城 跟习近平见面了 那他在昨天在这个南京 这个在南京的时候 他攘出了中华民国 但是当他攘出中华民国的时候 在中山林 并不妨碍今天习近平见他 而习近平见他强调的就是反对台独 那坚持 九二共识 坚持一中的原则 所以这是他的底线 这是习近平的底线 就是说 你可以解释成叫中华民国 我也可以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你要明白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国家 对吧 一个国家 跟去年习近平见马英九的概念是一样的 他比台湾人还珍惜中华民国的番号 因为那是正统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 在不太多的世界新闻范围之内 针对中国的新闻 我们将要跟大家讨论 那在昨天是前天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讨论过一个故事 父亲跟儿子的故事 儿子呢 把父亲的车划了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故事的本身 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反响 大家都很感触 因为特别是有了儿子 有今天有个朋友留言说 爹跟儿子的故事 说你听听 爹跟儿子的故事呢 讨论的就是人是人呢 还是动 他说 他说这个有个爹 跟一个四五岁的儿子说 说人呢是动 儿子就跟他急了 跟他急什么呢 说我是人 我不是动 当爹的就乐 说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他说真的这么认为 他说给你课题 你上学你问问 老师问问 同学 人到底是人呢 人到底是不是动 说回来给爹学学 他上学要问 放学的时候接儿子 儿子回来说了 说这个问同学了 同学都说 我是人不是动 但是问老师了 老师说人是动 这个故事呢 老师还讲了一个拉丁文 说对人呢 是动 还有一个特别的词儿的动 咱们不会说 拉丁文不会说 他这故事就这么讲完了 给我的感觉呢 就非常有趣 大家知道 我在节目当中 一直在非常非常强烈抨击 把人对比成动 把人称为动 还是高级的 这是对人的侮辱 这是我们在被教育的过程中 就是被侮辱的过程 那这个朋友的例子 我觉得非常的鲜明 一个孩子 当问他是动 还是人的时候 他直接要把自己划清 与动物划清 在一个被教育的学校当中 很多人会把他 把孩子称为叫 没有被教育的过程 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才把自己称为人 因为他不懂得 人是动物当中的一种 你想过没有 人是动物当中的一种 是人现实学说当中 科学当中 最邪恶的一面 人是动物当中的一种 那人之间内在的生命的连脉 就完全被欺格了 完全被虐杀了 完全被侮辱了 他侮辱的概念 正是我们灵魂的崇高 他侮辱的概念 正是我们灵魂之来处 这是最根本的 而人之初性本善 年龄越小的孩子 其实他的灵魂的感悟性就更高 就像我跟大家讲 那很多国内的朋友会有经验 特别是老人 说小孩呢 婴儿呢 受惊了 对不对 我老举这故事 婴儿受惊了 他就老哭 那老老奶奶 年龄大的 六七十岁就知道 说这孩子给吓着了吧 惊着了吧 魂没了 到街口到村口去叫 叫 叫这孩子名字 叫叫叫 哎呀这孩子就好了 突然就一机灵就好了 为什么 魂给叫回来 魂叫回来 这种通常的说法 那一个孩子 没有被教育的过程 一个婴儿 长到四五岁的时候 他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 他周围的一切 只有他天生的父母的照顾 对吧 那他也不会去学 一加一等一二 二加二等一三 对吧 人之初性本善 这些他还不会 有的很多就教一句 人之初性本善 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对吧 那他能够知道的 恰恰是他 灵魂中与生俱来的东西 灵魂中与生俱来的东西 所以 他知道自己是谁 他知道自己生命的真鬼 他能看到另外的东西 这是我们通常讲的 人之初性本善 而被教育的过程 恰恰是一种 是一种 怎么说呢 恰恰是一种 损害了人的天性 损害了人的良知的过程 因为被教育的过程 划分类别的过程 在相当程度上 它是外来的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对吧 它是外来的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我觉得这是最最关键的所在 那就像 就像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 说有个狮子 大狮子 那跟那个小狮子说呢 说你的希望 你的一切 就在你的尾巴尖上 小狮子一听 就开始说咬这尾巴尖 咬自己的尾巴尖 结果这狮子就 小狮子就围着尾巴尖转悠 咬自己的尾巴尖嘛 那后来这大狮子就乐了 说不对 不是你的希望在尾巴尖上 你就去咬你的尾巴尖 昂起你的头 给自己自尊 给自己自尊 以尊严 你往前走 你往前走 你往前看 你不要回头 不要看自己的尾巴尖 那你的幸福 你的希望 它会跟着你的尾巴尖来 这话就结束了 一个追寻自我的人 一个寻找眼前利益的人 一个妄想占有的人 就是那个小狮子 追自己尾巴尖 他永远会就地打转 但他永远在追求中 永远在理想中 永远在努力中 永远在渴望中 最后累死他 做自己人的尊严 懂得自己珍惜的 自己生命的那一份尊贵 不生活在别人的眼睛里 不生活在别人的嘴巴中 意思就是 别人如何看待你 和评价你 一点用都没有 别人如何讨论你 骂你 侮辱你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懂得自己的尊严与珍贵 那一切就在你的过程中 这是一种生命的理念 这是一种生命的过程 中共的体制 无神论的教育 是把人陷入到一种 占有的氛围里 一种有形的物质的过程中 一者丛林法则 人是动物 适者生存的 这种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进行你死我活的 搏杀的努力中 如果一个人 那在别人周边的生命眼睛 那在别人周边的生命眼睛里 这是一个孤独的 狭隘的 自私的 贪婪的 绝不可信 而在中国的社会中 每一个人 太多的人被教育成 这种高级动物 他永远是失去自由的 他失去的自由 是指他内心中 有着奋斗的目标 从而损害了自己生命的尊严 而去反过来 欣赏自己生命的过程 既不为得道而努力 也不为失去而忧虑 他永远是欣赏的过程 品味的过程 那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牵怪他 牵拽着他 使他失去自我的尊严 要收听这期节目 请大家订阅石头Radio 再见